这个情节实在很离谱 有一名家住新北市的15岁少女 因为跟朋友发生嫌隙 竟然就被约出来 遭到11名男女集体的灵愿 对方不但要她在操场裸奔 还拿烟烫她大腿 更离谱的是 她是被自己的妹妹给骗出来的 过程当中妹妹还拿着手机拍摄 冷眼旁观 戴着黑框眼镜身材魁梧的许新男子 因为女友跟一名15岁的少女发生不愉快 许新男子竟然找来同伙性侵虐待这名少女 夸张的是少女的妹妹竟然还是帮凶 这些恶劣的青少年 在半夜将少女带到附近的公园犯下恶行 警方调查发现被害少女在妹妹的邀约下 不宜有她出门赴约 没想到竟然移到公园就被11个人围住 拿到威胁少女裸奔跑操场 妹妹没有出手帮助 还在旁边拍下全程经过 嫌犯事后拿烟烫少女大腿 留下不堪字眼 甚至性侵少女 所有人落网后少女的妹妹还说 因为朋友要求就帮忙 令警方相当错愕 有拿棒球棍在这边 留两个帮派啊 很多事实上真的真的 发生灵略事件让附近住户相当惊恐 目前已经加派远警和管理员巡逻次数 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没有想象外呢 好